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夜晚风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党庆提我将无我 专家说他无自信 国安法实施一年 美两党议员再推保护港人法案 全拜登将发布新行政命令 以限制行业挂头 G20外长会意大利登场 布林肯和毅隔空交战 中共党庆献礼片公然飘舌印度战机镜头 七一游行租金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共百年党庆前夕 习近平再次提到我将无我 引发各方解读 有专家质疑这个无神论的中共 搞造神运动要做无我领袖 又搞个人崇拜 习近平其实缺乏自信 6月29日 习近平在向29名中共党员 颁授七一分章时 要求全党都要有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情怀 据中央社报导 习近平2019年3月 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时 首次声称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对此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教授 宋永毅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 习近平上台后 走毛泽东的老路 整个共产党已成为习近平一个人 怎样叫无我呢? 太有我了 最大的我 巨大的我 宋永毅认为 习近平说无我 即我就是人民 没有小的我 有大的我 讲好听点就是服务人民 其实是人民受党指挥 勞役 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陈永峰分析认为 习近平说无我 就是没有他自己 却有无限期延长自己的任期 相当程度是替自己的无信心来说明 如果有自信 哪个当都可以 自己以后的后果或下场 也不需要太在意 陈永峰表示 中共是无神论 却搞做神 要做无我领袖 又搞个人崇拜 共产党将中国当成中南海的殖民地 事实上 中共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 法港泽报道说 无我 在道家和佛教都有使用 有网民调刊 习近平主席说的 我将无我 语法上是讲未来式 指的是将在未来做到无我 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呢 不伦不类的 我将无我 应该是中南海碧桿子的独创 在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一年之制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 马利诺夫斯基 Tom Malinowski 和共和党众议员 金森格 Adam Kinzinger 提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2021 HK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 2021 法案 以保护香港人的民主和人身自由 德国之星星期三报道 引用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消息说 美议员的新法案 目的是推动为香港人 申请入境美国提供多种途径 其中包括 为新在美国又害怕回香港的香港人 提供临时保护身份 对有理由相信 返港后会受迫害的香港人 加快难民资格审批程序 并对拥有高级学位 或美国大学学位的香港人 提供特殊类别的高技能签证 同时在移民政策上 将香港视为 和内地有别的地区 为期五年 马里诺夫斯基表示 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2021 是独立法案 该法案另外也包括在 《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及参与法案》 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 简称Ego Act之中 他希望能透过多个途径推动这个法案 甘辛格亦表示 香港人组度囚禁和起诉 推动了国会两党议员 在法案相关议题上完全团结 对该法案最终通过充满信心 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指出 该法案在签证和移民申请方面 给予香港人优先权 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分别处理 法案提出提供高技能签证类别 亦向中共和香港政府发出信息 如果他们继续加强对港人的镇压 将会失去香港最优秀的人才 而美国会欢迎他们 美国参议院去年曾提出 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并在众议院获全院通过 但由于参议院共和党人 高鲁茲、Tag Cruise等议员 担忧中共会利用放宽的移民标准 向美国派遣间谍 最终未能通过 有消息称 拜登政府正在起草一项新的行政命令 将对科技、银行和航空等 多个由少数公司主导的行业加强监管 以限制大企业在经济中的影响力 《华尔街日报》6月30日报道 拜登最早可能在下周 签署这项以基本成型的新行政命令 这项新的行政命令 是拜登政府反壟断系列措施之一 目的是扩大政策制定者 应对美国商业集中的方式 误局限于主要阻止大型合拼的 传统反壟断执法 并涵盖了科技、银行和航空等多个行业 目的是推动企业竞争 赋予消费者、劳动者和供应商更多权利 和挑战大型生产商 据熟悉这项工作的人士说 在一些由少数大公司主导的行业 各家公司可能面临向消费者披露费用 或和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新规定 白工发言人西蒙斯Emily Simons 表示 目前尚未就该命令做出最终决定 她说拜登政府在竞选期间曾明确表示 希望政府采取更多措施 来限制行业寡头的权利 总统过去曾呼吁 为小农场主人提供更多的保护 以防止农场经销商和农业製造商过分集中 此外总统还呼吁 对雇主实施一些限制 防止他们强迫雇员签出竞业限制协议 阻止他们为其他公司工作 此前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 已经开始推进全面反垄断律法 尤其针对限制念书、谷歌、亚马逊 和苹果等科技巨头的权利 并避免企业合拼 两周前美国众议院公布了五项法案草案 其中有四项主要是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 20国集团G20 29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 马特拉·麦特拉举行外长会议 这是G20外长自中共病毒疫情 全球大流行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中重申 有必要向贫穷国家运送更多的疫苗 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 获得的疫苗剂量远远少于富庶国家 他还说20国集团将协助低收入国家 应对因冠状病毒疫情而加剧的 重要债务脆弱性问题 他并强调在面对这些挑战 以及其他众多议题上 一个强大的多边体系非常重要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致力于支持有效和负责任的多边机构 他并表示为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世界 必须多边合作取得设实有效的成果 布林肯还指出 美国已经向联合国援助贫富国家的 2019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 COVAX提供了20亿美元的援助 拜登政府除了为世界提供美国库存的 8千万剂疫苗外 还承诺生产和捐赠5亿剂辉萎疫苗 拜登政府将日益独断的中共 视为全球范围内的头号挑战 法新社报导认为 拜登的疫苗倡议 和布林肯出席会议的部分目的 是面对崛起的中共 展现美国强大的领导力 中共外长王毅则通过视讯 在G20外长会议上不点名地 饥奉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 推行单边行径 他还有针对性地要求各国 防止国际市场碎片化 合作机制政治化 规则标准意识形态化 呼吁G20应以新作则 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 此外王毅还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共的贡献 称北京已经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提供了4.5亿剂疫苗 不过中共制造的疫苗有效性 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质疑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urio Draghi 日前在欧盟峰会结束时向媒体表示 他不会承认没有经过欧盟EMA核准的疫苗 他并且说以智利高比利斯打疫苗来判断 就能知道中国疫苗的有效力是不可靠的 智利严重依赖中国疫苗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接种了中国的科兴疫苗 但智利却是受病毒肆虐最严重的10个国家之一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日前推出党庆系列节目 其中一集关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内容 被网友揭穿多次度用了印度光辉战机的历史镜头 细心的军事迷网友发现 在CGTN关于千十战斗机飞行员的宣传片中 至少两次公言飘舌 印度光辉战斗机八年前的历史画面 网友将印度战机的原始画面 和CGTN的画面放在一起 用铁证揭穿网媒的飘舌劣行 很多网友大呼刁人 还有人说 上次火星登陆动画抄杂NASA的 这一次抄印度的 他们还要不要念啊 被缺穿后 原身为中共央视国际频道的CGTN 已迅速删除了推特上的千十战机视频 并在英文媒体网上删除了这个票舌视频 香港保安局星期三 6月30日十分罕见地发表声明 呼吁市民在七一不要参与、组织、宣传 或公布任何未经批准的集结 声明特别提醒民众注意 警方已经反对及禁止7月1日的 相关公众集会和游行 今年7月1日对港府和北京都是一个敏感的日子 既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 又是中共建党百年大兴 还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 在《国安法》的肅杀之下 几十米泛民主派的主要人物 或遭到指控和逮捕 或被逼流亡海外 香港唯一一家声张民主的报纸《苹果日报》 亦因为当局以《国安法》逮捕他们的高管 冻结他们的资金而被逼停刊 自2003年起香港泛民主派每年都会以民间人权阵线名义 申请组织发起七一游行 数以万计的香港人通常会在铜锣湾的维多里亚公园集结 然后游行前往中环或位于西环的中联办 沿途表达各种政治诉求 包括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去年7月1日《国安法》刚刚实施 警方首次以疫情期间禁止群聚为由拒绝游行申请 但是成千上万的民众 不顾禁令仍然走上街头 抗议当日刚刚生效的《港版国安法》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镑 hall 480eenth